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方人动不动薄熙杰细 帮子杰细 是不是啊 众 说 记 南方人他有图语 明歌明歌他里面很多的图语 图语 是不是啊 这个美里加罗斯把大公子带进去全通了 真是有私全通了 是吧 好 我们看看北方的孕妇明歌 北方的孕妇明歌显得都是打仗很多事情 男儿可怜宠 出门怀死忧 私上下锅中把个无人收 新买五车道 玄转中两柱 一日三母萨 绝与十五女 不一样 风格完全不一样 东山看溪水 水流磐石街 公司某根家 孤儿甚可怜 凶在城中 地在外 公务险 搅无果 持粮罚尽 如为火 救我来 救我来 凶为妇虏 涉坤若 暴露离皮 舌不作 地为官吏 马直说 何谢前道 雷我说 大家看看 完全不一样 南方明歌跟北方明歌的风格都不一样 比方说 南方女子的性格跟北方的女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大家把渔虎四季找来看一下 里面完全呈现着两种不同的风格 南方的女子经常跟南方讲 哎哟 我长得不漂亮 我长得不漂亮 怎么样子爱我 如果南方又说不爱女子了 这个女子扩天喊地 跳水要自杀 跳楼要自杀 怎么样 北方女子完全不一样 刚强 你爱不雷 早点告诉我 你爱不雷 早遇我 早点告诉我 我就不等你了 我还有更好的兵力 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当然讲的都是刚强的话 心中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大家跟汉悠福明歌结合起来 汉悠福明歌里面我给大家讲过的 完全不一样 北方女子的性格跟南方的女子性格也不一样 不一样 像我们这一首《莫兰斯》是写的极好的 《莫兰斯》写的极好的 《莫兰斯》肯定是南北朝的时候 北方的作品 但是里面呢 讲到了很多唐朝的一种情况 他去用十二传 有些是唐朝的 不奇怪 这种民间的思考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流传到了唐代 我们大家知道 唐代还是手抄本啊 抄的时候经常会 大家会加一点东西上去的 我前天晚上在看电视 前天晚上电视放什么东西呢 第二次我手 啊 张阳写的第二次我手 手抄本 手抄本跟六四年出版的第二次我手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很多人的手抄的过程当中 把自己的想象加进去了 就像我们《三国演义》《水浒传》《汽油记》一样 很多说书人的说书的过程当中 加进了自己很多的创作 所以穆兰斯K式的写作肯定是南朝的 可以肯定 但是在后来流传到唐朝的时候 因为郭默倩的约夫明歌啊 他是到宋帝了 是不是啊 唐朝的人流传到唐人手中 他加进了几个字 完全可能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定为北朝的约夫明歌 因为前学的有人提出来这是唐朝的约夫明歌 不对的 还是北朝 写得非常贫盛 东四脉郡马 西四脉安街 南四买配头 北四买长边 这完全是为了文学写作的需要 肯定在同一个地方买的 是不是啊 马屁超市 里面全部东西都有了 对不对 既然我们今天到绍兴路汽车市场全有了 还一下子沉东一下沉西 一下沉飞一下沉南 这完全是文学写作的所一种需要 但是爷娘去莫说黄河边 不吻爷娘换女圣女 但吻燕山湖起 名求求 万里芙蓉记观山杜若飞 说起传亲托 韩光赵铁衣 将军百战士 壮士十年归 有些风格不同的语句 可能是后人家的 这种名歌名歌 没有做这个名字流传下来 肯定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有所创作 归来见天子 你想 这里是天子 前面是可汗 可汗 是不是啊 不一样 在修改的过程当中不一样 我们姑且把它看成一样 天子就是可汗 可安就是天子 所以它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有人进行了改作 归来见天子 天子做名堂 扯讯十二转赏四百千场墙 可汗问蜀月 慕然不用丧殊老 愿此千里做送儿玩故乡 爷娘文女来出过相思家 而知文妹来当户里昂着 小弟文子来摩多佛佛 下女猪羊 可我东过门坐我西街巢 托我战时跑 坐我救死巢 当窗里云兵 挂对镜铁花网 出门看虎败虎败 借金网 同行十二年不知莫来 四女郎 熊兔脚扑瘦 四兔眼迷离 双兔绑地走 安能便我四雄痴 四哥写的一期号称 最后修改的过程当中一期号称 尽管里面有些遗异 大体没有问题 大体没有问题 这是北朝写的极好的一首 约福斯 这一首歌告诉大家齿拉歌 齿拉歌大家都会背诵 小学历就学了 告诉大家这首四哥写的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严雷金写的 他这个少数名作诗人写的 他是翻译的好 翻译的好 翻译加翻译的好 翻译的好 吃了穿阴山下 天是穷如 隆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蟹牛羊 翻译的非常好 他本来是少数名作语言的一首诗 哪里叫你们懂 你们懂吗 鲜辈语 你们懂吗 我估计大家都不懂 但是这个翻译者 翻译得非常好 所以成了千古名作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成了千古名作 所以我们很快的时间 把我们 未经南部朝时期的 约赴明歌给大家讲一讲 讲一讲 约赴明歌是我们文学的 重要的一个分支 希望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重视 想讲奇梁诗歌 奇梁诗歌 奇梁诗歌呢 我们这里 首先要讲的是 蟹挑和心体诗 蟹挑和心体诗 蟹挑是我们奇梁年间的第一号诗人 奇梁年间的第一号诗人 跟他齐名呢 当然还有沈月 还有个梁武帝 梁武帝跟蟹挑沈月也都是朋友 梁武帝觉得我的文权不错 不错 所以沈月死了以后 朝廷的议论 给沈月要加一个文字 文字送给他 梁武帝不给 沈颖猴他的文还谈不上 给他个沈颖猴吧 沈颖猴吧 他文要领给自己 但他死了之后 人家给他定了个诗号 是梁武帝 不是梁文帝 有意思 梁武帝尽管做了皇帝 他经常跟沈月过不去 两个人经常还举行聚会 典故 讲典故 讲历次的典故 两个人还 历次的典故 沈月知道梁武帝这个人很妒忌的 少讲几个 梁武帝说我必须多三个典故 梁武帝很高兴 过来外面沈月跟人家讲 这个皇帝儿儿 他老是跟我比这种东西 我让他一马 今天我少讲几个 让他高兴一下 后来有人去想梁武帝报告 说沈月在后面说你 他让你的 梁武帝气得要死 甚至要把沈月砸了沙头 我们可以可见 南朝的时候的风气 重视文学的风气 所以南朝文学 为什么能够得到长洲的发展呢 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系 社会风气有关系 所以齐梁时期的丝钩风暴 又呈现了新的风暴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曹锦宗 梁武帝你不要看看南朝 南朝的帝王们他要主张北伐 要收复北方的领土 像梁武帝都举行了几次北伐 像刘宇 宋武帝也举行过几次北伐 齐朝也有齐武帝 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意愿 收复北方领土 梁武帝曾经派着曹锦宗 去收复北方的领土 曹锦宗打了个大圣战回来 梁武帝在宫殿上举行宴会 欢迎曹锦宗 宴会让君臣们喝酒喝的高兴 今天我们有卡拉OK 有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没有啊 那个时候快乐酒喝醉了 大家就写诗歌 写诗歌要分运的 运要分啊 我们大家有手头都有 王里的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就是后面全部的音韵 对不对 什么一东二中 什么的 这个分下去 这个运要分下去做四个 那么曹锦宗 我们大家知道 他是个武将 武将嘛 沈约是怎相啊 我如果分给他运 他万一做不出来错阳相 他今天大家为他举行庆功酒 这个是个不好 就跳过去了 没分给他 没想到曹锦宗愤愤不平 为什么不分给我私运 沈约说你今天主任你就喝酒吧 你就高兴吧 做私事文人们的事情 曹锦宗我也是文人 我也要做私 后来他们两个炒起来 炒起来的时候梁武帝出来打圆场 梁武帝说曹大将军才能多多啊 不要做私人算了 曹锦宗不依不饶一定要做私购 沈约转了一圈 只要把好的私运都分完了 剩下的炸身运 炸身运是很难做的 一般平身运比较好做 是不是啊 那么曹锦宗炸身运就炸身运 我要做 沈约后来分给他了 只好给他两个炸身运 这两个运 这两个运 怎么做做 一圈丝钩做下来 大家都要合运 超级都做了 大家看看 他用两个炸身运了 他生运就是若生治的 并进第四省 这是若生治 曹锦宗做了 去世儿女被归类加古镜 借问行路人何路何去病 大家猛坐戒精啊 梁武帝也惊奇了 沈约也惊奇了 大家都为他鼓掌 最后梁武帝给变了对曹锦宗 只能够带兵打仗的那种看法 让他做地方的掌管 地方掌管什么事情都可以管的 因为他觉得他有文才 文才 所以 可见南北朝时期 尤其是南朝时期 那对文学的重视 文学的重视 我这里讲什么呢 这里我们讲齐良文学的 就是讲家谢挑和心体诗 谢挑和心体诗呢 有个前提 就是那个时候的诗歌 进入到一个身心的阶段 就是讲究生略 讲究生略 曹锦宗诗歌也是如运的 如运的 那么齐带永明年间呢 周庸一个人 一个人名字叫周庸的 他发现了汉字有屏上去弱四种声调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四声轻韵 那么同时的著名诗人沈岳呢 他也根据四声和双声敌韵 来研究四句当中的声韵调的配合 指措 平头 上尾 风药 河街 大韵 小韵 旁牛 振牛等八种生病 必须避免 李秋娥做到一减子内声韵 静虚 两句子中 轻重 谢仪 他就要求 那个时候提倡的是五言诗啊 五言诗当中就是十个字当中 音韵都要不一样 那么十个字当中 轻重都要不一样 他很讲究这一点 这样子字句的运用 深锐的写诗呢 的确是诗歌史上的空前的唱曲 所以我们今天说 唐诗已经发生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了 就像一个人长到了二十岁 二十岁很成熟了 我们今天研究 魏晋南部朝时期的诗歌和善文 实际上就是看看那一段诗期 他的诗歌成长当中的环节怎么样 我们讲到洛基太康四哥 讲到曹执金恩四哥 你看金恩四哥呢 他呢 开始注重词句 垂裂那种词句 讲究对偶 到洛基身上呢 他已经讲究那种排比 也讲究那种大量的使用对偶 到了几粮时期 那么人们能注重生孕 生孕 所以生孕这一关一顾 心体思 静体思业出来啊 唐诗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已经成熟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唐诗得非常流利 要知道这个成长的过程 那是我们中国的立体文人们 经过研究啊 经过艰苦的努力的劳动 创造出来的 所以唐诗的繁荣有他一定的道理 我知道东学期 大家还有中国古典文学2 胡和鑫老师给大家讲唐诗 所以唐诗 我今天讲到唐诗之前的四个发展的阶段 这个是大家要引起注意的 那么谢挑这个人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谢挑我们大家知道 江南的谢家是非常有名的 谢挑也是谢家的人 他在齐的永明年节 他跟沈岳梁武帝在一起都是朋友 那个时候齐武帝的第二个儿子啊 尽力往萧子梁 齐武帝的大儿子文慧太子 第二个儿子是萧子梁 大儿子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齐武帝的文慧太子身体不太好 很 他第二个儿子呢 才能比较出众 也召集了一批文人 他在南京的 的基隆山西邸 开了个西邸 招了很多学士 其中最著名的是八个人 八个人 那么沈岳 谢挑 萧业 就是梁武帝 萧春 黄蓉 这些都是 最重要的是敬临巴勇 这些人经常聚会 这里面呢 可以做诗歌 那么沈岳 发明胜利论 谢挑也是胜利论的发明者子一 那么他们都是 稍微长的时间 生活在南方的 懂南方的音韵 所以胜利学 黄蓉 谢挑 沈岳三个人 胜利学的发明者 梁武帝这个人 声音声音大 北方的口音 保留的比较浓厚 他对胜利 并不是太理解 但做诗歌也做得不错 他尤其是约辅斯做得不错 那么谢挑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特点 谢灵韵这个人子 非常骄傲 狂 谢挑这个人子 非常谨慎 谨慎得有点过头 谨慎得有点过头 我举一个例子吧 他的岳父叫王敬哲 王敬哲 王敬哲是一个军区司令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军区司令 王敬哲忽然感到 齐朝的皇帝呀 对他好像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太忌他 那么他写了一封信 给谢挑女婿啊 商量一下 我在外面带兵 是军区司令 你在京城里面 你经常了解 皇家的一种动静 我跟你商量一下 如果皇帝对我非常猜忌的话 我可能会造反 什么东西 是谢挑嘛 你岳父比方说 有这样想法嘛 你跟他说一下就得了嘛 对不对 不要造反 比方说皇帝对你 还是信任的就行了 他没想到 把这个送信的人绑起来 把这封信也拿去献给皇帝 你看岳父跟我商量造反的事情 这下子王敬哲也知道 不得不造反 是不是啊 你造反嘛 我知道自从乌合自重 拿了锄头便单去打仗的 朝廷军队一雷就给他冲得一塌糊涂 王敬哲最后也在乱军当中打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 脑袋搁下来挂在旗杆上 王敬哲的女儿就是谢挑的老婆气死了 你怎么好告密对不对啊 这种事情做不得 所以她的老婆经常史书里写 她经常怀来把菜刀 要去把谢挑砍掉 害得谢挑有家不能回 这是谢挑干的第一件史书里记载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当时齐朝末年的皇帝呀 他是非常昏庸 叫东昏侯 东昏侯 死后之后叫他东昏侯 肯定是个昏庸的人 那么当时朝廷里的大臣呢 叫萧瑶光 也是萧江皇座里的人 谢挑那个是因为杀了约妇以后 他升官了 升到组织部里去了 那么这个人跟他商量 这个全臣呢 掌握大群人跟他商量谢挑 他商量能不能把东昏侯废掉 比方说费力的事情 他想自己呢 进一步掌握更大的权力 没想到谢挑 这种事情你跟谢挑商量 谢挑你就吞在自己肚子里 而兜里进去 随便讲的话 外面不能讲 结果他在外面讲了 跟人家 人家马上就向萧瑶光告密 说谢挑在外面说你呀 有不成之心 这萧瑶光气坏了 他掌握大大权的 你卸挑你 你这个人敢在外面说我 这种事情是明门之罪呀 他马上把谢挑抓起来 在监狱里把他拢死掉了 拢死掉了 所以谢挑死的时候很年轻 只有36岁 这个人谨慎过头 但是又不够谨慎 是不是啊 最后非命而死 所以生理论的创造者 王荣、谢挑 两个都是不谨慎的 都是被杀的 最后审阅完成了生理论的转变 啊 对 对 哦